好了,回來了 希望大家幫幫忙點贊、訂閱和分享 現在先說另一件事 就是北京 紫禁城有一些視頻 就是水浸 這個水浸那裡有些人在吹 就說紫禁城明朝建了六百多年 也沒試過水浸的 現在中國共產黨搞水浸那樣 這些說法是不是真的呢? 我也要跟大家說 即是說六百多年沒浸過水 其實我覺得是不可能的 故宮從來沒水浸過 這些說法是多餘 現在還有些人在不斷傳說 現在中國共產黨搞到 幾百年都不會水浸的地方 都搞到它水浸 不懂得治理中國了 我們要說清楚 其實歷史上 是有記載過紫禁城是水浸的 我不是亂吹的 我是說事實給大家聽 故宮從來都沒有水浸過 這些就是不實信息 其實這些人是用來做什麼呢? 就是借古奉金 以古飛金 還有就是要貶低 現在主要是中國共產黨 尤其是在北京 新中國建立以來 北京的城市大了很多 就是有一群人說 北京是不應該承載這麼多東西的 其實他們會拿這些來做例子 其實就是 當然 紫禁城的排水系統 那麼 那工匠 是不是都是 就是那些技能 是很精巧的 那些技術都是 做些事情都是OK的 那是,這是事實 就是 紫禁城還有一個畫面 就是他們 如果下雨的話 他們有很多龍口就會出水的 其實就是 那他出水 那其實 說真的 現在你用現代科技要做 是不是可以做到一件事? 當然可以做到 這些事情是沒有失傳的 很坦白說 但是就不會像 古代的人那樣做的排水系統 因為這樣做是沒有效率的 其實就是 即是 不斷說那些 古代工匠行動 現在做工程的人不行 這些就是 很明顯是狗說的 這些是狗急當秘笈 其實就是 即是 古人有智慧 是不是代表現代人沒有智慧 這個當然是不可以這麼說的 其實 即是 這個世界所有文明都是 其實就是 建基於前人的 技術科學的累積那裡 他有前人定了一個基礎 在上面再發展 那你說 是不是古代的東西可以 現代的東西不行 這些就沒有必要搞到是對立的 還有就是 有些人 當然是說到 你們古代 這麼行 現在不行 即是現在好難不行 這些說法又是 多L如 即是 但是國內 其實有些人一向都是這樣 在香港也有些人都是這樣 即是你紫禁城浸了 其實 我的看法就根本是 很正常的一件事 其實下這麼大雨 根本你任何 排水系統 都沒有可能 設計到 根本是完全不浸的 當然有些人說 哎呀!是呀!是不浸的 我老實說 這些說法 只是亂說的 純粹是亂說的 但是問題就是 現在有些人 就不斷把這些訊息傳來 現在就很不行了 以前可以 幾百年都不浸 現在就浸 其實在 紫禁城是有紀錄的 那些地方水浸是有紀錄的 有文獻記載 當然你說文獻是否齊 當然是不齊 因為紫禁城 也被 八國聯軍進過去 也被英法聯軍進過去 當然是有些東西是偷了 有些東西是燒了 還有家賊難防 有些文獻都是被 某些人偷了出來的 但是在已知的文獻裡面 其實是有記載過的 在清朝也好 在明朝也好 其實紫禁城也曾經試過水浸 所以你說 六百年沒有浸過 這些 這些是多塊魚 哪有可能一個地方 六百年也不會浸水 因為你說的根本就不可能 這些是亂來的 其實有些人就這樣說 六百多年也沒有浸過水的故宮 現代專家改造之後 一下大雨就浸了 這些說法是亂來的 是亂來的 其實故宮 其實 試過整個區域都試過浸了 還有就是 故宮的建築物 漏水那些 牆壞了那些 根本是一定有記載的 燒了 它根本也有 其實就是 還有就是 就是 根本那個設計 就是故宮的排水系統的設計 老實說 其實很差的 很容易被泥沙堵住了 如果真的有留意故宮這個地方 其實每年三次 都要掘一些泥沙堵住的地方 要清的 他們有時候是閉館的 就是他們 所以你說 說什麼600年 不積水 不浸水 這些 根本就是亂說 那 Vivian Ted 說 原來水浸原來是 去水道裡面 被 膠瓶和衣服塞住了 一定是 之前 平日 遊客吊垃圾和清潔出現問題 其實就是他撩出來的 就是 其實就是找回一些膠瓶在那裡 還有一些布塞住了 但是 他清了 他有排水功能 但是他也是一樣浸的 因為他下雨的速度就比排水的速度快 其實就是 就是 慈寧宮那裡為什麼積水 其實工作人員說了就是有膠瓶、膠袋 還有毛巾、有衣服 就塞住了 現在疏通之後 排水是長順的 但是 一樣下大雨一樣會浸 根本是會浸的 坦白說 現在有些人當然是說 很不行 還有就是說 不是很少頭 其實有些很迷信的 有些大字頭的媒體出來說 現在水浸突然不是很少頭 他就說 明朝清朝的時候 北京故宮的排水設計很好 是根據整個華北的河流流域 根據當時的情況來設計的 講究就是天人合一 信其自然 這些說法是不是 神經病呢? 我告訴你是神經病的 明朝一樣搞混河那些 你怎麼天人合一、信其自然 信其自然就不要搞混河那些了 其實 什麼天人合一、說其自然 這些說法也是欺騙一些無知的人的 明朝、清朝的時候就不用搞那些 自水那些了 如果天人合一、信其自然 就由他 信其自然嘛 水浸就由他 其實不是的 中國人在中國這片土地生存了幾千年也好 其實一直都是跟大自然 這個不可以說是惡鬥 但是呢 在大自然的惡劣環境之下 經常是水災嘛 在惡劣環境之下 你也要想辦法生存 其實就是 這個說法是掙扎求存的 就是這個說法 你說天人合一、信其自然 水就很快被農村的水系帶走 這些說法是多餘的 他們現在針對說 共產黨大規模治理華北河流 造成很多重要河流消失 北京就變成超級大城市 整座城市的排水系統出問題 搞到連故宮的水也排不到出去 就是這樣說 你說內城區其實有沒有問題 內城區一向有問題 東城、西城那裡 在北京 下雨就浸了 其實也不用太大雨 也會浸 這些不是 共產黨搞出來的 我老實說 其實不是 因為現實就是 下雨也是會水浸的 你說不是農村的水系帶走 你說這些人根本就不知道 農村也是會水浸的 很明顯 你不去處理水流 你是不可能 令到那個地方 不浸 你說 有些人說 不是啊 好像東京那樣 因為不浸 其實東京有些地方都會日陽浸 其實下雨的時候 很多地方都會浸 你說 他有些地方 他下面有很多地方可以傳水 在日本那裡是真的 東京是 他們畫得很深 有些地下宮殿的東西 去傳水 這是事實 但是不代表他們可以做到 完全不浸 你要做到完全不浸 是很難的 就是說 中國共產黨治理得不好 導致水浸 這個說法 我認為是不公道的 其實 當然 現在在內地 這次是很嚴重的 就是這個門頭溝區那裡 其實 那麼嚴重 那麼 問題就是 兩天下了兩年要下的雨水量 如果你兩天下了兩年的雨水量 什麼都沒有辦法定得到 根本你浸是正常的 還有其他地方有 就是 持續大暴雨 是持續 那麼你持續特大暴雨的時候 你 拿這件事情去 就是說現在做得不好 那麼 那這些就真的不適合 很多地方都是做不好的 因為它沒有辦法符合成本效益的 因為它的設計就是這樣的 譬如你 做這些下水道的設計 最多就是 做百年一遇的 通常就是 百年一遇的雨量 那麼現在肯定不止百年一遇 就是現在的情況 現在可以說是千年一遇的 對不對 對不對 那麼 那麼 講到這裡 其實就差不多了 那麼 殉坤說北京也有地下城可以容納很多水 那麼 現在 北京他們有這些事情 那麼 那些地下室那些是浸得很厲害的 這個 又是一個問題 有些人是住地下室的 這個 這個 我的理解 其實一直都解決不了這個問題 一直都有人住地下室 這個沒有辦法 我也說 其實不只是 北京有這個問題 很多大城市都會居住問題 這個 不關 就是 就是 抓職人士 現在有些人當然要搞抓職人 對不對 那麼 Karen Chan說 幾百年歷史浸有什麼期 其實他們 要說的就不是說浸有什麼期 他們就說 人家幾百年都不浸 你現在浸 就是你搞得不好 但是 其實本來第一句說話 就已經是謊話 就是人家幾百年都沒有浸過 這句說話根本不是真的 這個是假的 那麼 現在當然還有些人借天災作故事 就像Kokimi說 借天災作故事的人很低能 現在市面上是很多這些人 就是又說 這個是中國問題專家 我們可以知道民族學專家 就是台灣地區那裡最流行的 這個是民族學專家 知道什麼什麼的 其實 說真的 那算了 我講到這裡就差不多了 休息一會 回來我就講其他話題 休息一會 我先講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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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